然后第三 圣经讲 更多后书第五章的三个集结束 神死那无罪的谁 耶稣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今天你不用再担当你的谁 你也不用担当你的你的假 你也不用再犯态 因为那上帝死那个无罪的耶稣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阿们 哈利路亚 你不用再担当的 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 接受耶稣 然后信耶稣要跟从祂的话 以继续来活着祂的样子 样子出来 你的生命就改变 难道信耶稣是耶稣定下来 连三岁下来都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说五十度万一 我信到耶稣 我的生命没有改变 那怎么办 我还是要犯罪怎么办 我还是讲骗话 我还是拨清理怎么办 不用担心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来的 也不是我该担心的事情 你看我 很多人跟我那么久了 我有叫你不要赌博过吗 我有叫你不要讲骗话吗 我叫你不要去管理人吗 我出来不会跟你讲这样东西的 因为我相信一样东西 上帝的能力一定有的 如果讲道有的力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 我不用去叫你 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堵货 不用的 你来教会上帝自然 你改变到你自己的 不止吗 我以前 如果你认为信耶稣是难的 我信耶稣应该很难 我这样背景 如果你都知道 我背景的人是 残黑社会 读博 我开声音 开讲话 第一句话 一定是问候人家主线传代的 如果没有问候人家主线传代 很难讲话的 这是文化来的 我的文化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我来教会是多么难 那个姐妹来给你讲话 第一句话 你不敢讲话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很奇妙的 我要挑战上帝 我奉耶稣的名堂 我十岁就开始抽援 不用教的 学坏不用教的 骗人 这个人 那个人坏 学坏就是骗人的 坏不用学的 我自己去跑去 那个mama store 买香油 十岁就开始抽了 抽到十五岁 十五岁那一年了 我抽香油 大包的两包 小包加一包 恐怖吗 恐怖 我每一次都想要借 但是不是借 ok了 越吃越多 越抽越多 ok了 好了 我就把男的给耶稣 我看着耶稣怎么搞定我 耶稣啊 如果你不要我相信 你ok了 你把我香油借掉了 那戒掉之后呢 我就 信你了 我知道这个是难事的 我戒八次不能成功 这是第九次 你说你改变我的香油 我就相信你了 我根本不相信 因为我知道 这不能做的事情了 好了 不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也不会祷告了 讲了这句话之后 我也没有刻意买香油 放在我的面前 这样看着 以前戒香油是三天 我讲过这句话之后 我两个星期没有想到要去买香油 拨开什么 被吵起来了 哎 这耶稣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 这个 这个 欲望 就要了 也了 又有灾了 又来 然后就说耶稣 我不会祷告吗 说耶稣 如果你要给我看见你的话 你就去坐下去了 每一次阴言来的时候 我每次这样讲 今天信仰耶稣二十三年了 我一根三年都还没有做到 没有 再回去回去从 更奇妙的不是戒香油 奇妙是我的脾气 以前我的脾气坏到不得了 我妈讲我两句不爽 我就把一只甲自己回去了 比去坏到半年了 粗话 骂得 我是讲粗话 我是一流 我是专家 但是我去了教会 我只是求耶稣改我的香油 但是上帝给我bonus 我没有求的东西 我的脾气改变 我的粗话讲不出来 今天讲的是赞美耶稣的话 你看我 我跟那些外版人 常常去跟光明开会 我很习惯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哈利路亚 阿们 他们看着我 他们没有这样习惯 我跟没有信耶稣的人 讲哈利路亚 阿们 到最后 现在常常跟光明日报的同事开会 他们也习惯去 牧师 你没有做我开始的祷告 他们也跟着我开始祷告一下 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个影响力在哪里 这个影响力就是在你生命 我不是故意做出来的 你的生命的改变是耶稣自然改变你的 所以你今天信耶稣 你的责任就是信耶稣 信了耶稣其他让耶稣来靠点 让耶稣为你烦恼 你的问题阿 你认为不能胜过的问题阿 淡淡的难处阿 我让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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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